今年全球疫情严峻 而部分昼夜挺身正在第一线 守护市民健康的 其中之一就是护理师 而每一年原定5月护士节所举办的 有良护理人员表扬活动 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 延到了10月份办理 而今年一共表扬148位的有良护理师 并且向台中两半2000多名的 职业护理师的付出跟贡献 来表达敬意 感谢他们长期在各个领域 不辞辛劳的照护病患 也守护民众的健康 将顶点星光在手中挥舞 希望让爱永续传递 每一年原定5月的护士节 举办的有良护理人员表扬活动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延到10月份办理 而感谢台中市职业护理师 坚守钢会 在医疗卫生及长期照顾等各个领域 不辞辛劳照护病患 我希望我们整个医疗界也好 欧卫界也好 护理界也好 都能够在台湾获得大家的肯定 那过去 其实现在我们的健保满意度很高 但大家知道吗 我们台中市政府 在九大评比 各个项目的评比里面 第一名就是医疗卫生 今年一共表扬有148位的优良护理师 并感谢台中22000多名职业护理师的付出跟贡献 而像是之前有护理师休假骑车时 遇到昏倒没有呼吸心跳的民众 就立刻上前压胸急救 等待救护车赶到 成功让民众回复心跳 也救回了一命 都是优良的表率 2020年应付这个COVID-19 我们还是屏着这个南京格尔提灯 照亮这个我们所有每一个应该走的一个 我们的护理之光护理之路 我想我们是用他的精神 但是呢保护自己更是重要 所以在今天的护士节大会 很感恩所有要领奖的白衣大事白衣天使 卫生局表示 感谢护理人员在全球疫情严峻时 不分昼夜守护市民健康 让市民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 以及从事各项活动 也希望借活动向伟大的南丁格尔来致敬 也对护理师们无怨无悔的奉献 表达敬意 这样中环台中采访不到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